各位自由電子報的讀者大家好 過年要到了 大家都要陸續準備返鄉過年 那在長途行駛下 輪胎的安全性就顯得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今天特別請到 台灣普利斯通的技術服務部林嘉賢課長 來為我們做輪胎健檢的介紹 那我們現在歡迎林嘉賢課長 你好 大家好 第一個我們先看到 我們的輪胎的面 或者輪胎的邊 是不是有外傷 像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有 稍微的一個表皮的脫落 或者說這裡的胎面的刺傷呢 這兩個部分呢 如果沒有傷到整個胎體結構的話 基本上使用上是沒有問題 如果說真的有傷到結構 或者說胎邊這裡有看到連殺的話 我們可能要回到我們的專業的輪胎管 去做一個實際上是不是刺穿的修補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是檢查輪胎的整個勾生 是不是正常的範圍 是在符合CNS的法規上面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檢查是以勾生劑來做一個測量 那測量之後可以看得出來 它非常接近在我們原廠設定的1.6mm 那這個輪胎就接近於 整個要廢棄完膜的一個現象 所以要特別注意1.6mm 是我們的規定的標準 那當然在沒有勾生劑的狀況下 在輪胎整個肩部 會有做六個位置有三角點的一個標示 那從這三條點對進來 各位可以在主勾的部分 會看到我們有做凸起的 那如這條輪胎 它已經磨到這個整個突起的這個勾 已經整個平面的跑出來之後 那這個部分簡易的判定 這條輪胎就是已經達到它的壽命已經終了 就是代表我們這個輪胎的勾生已經不足 實際上勾生不足的狀況下 在我們的雨天的話 會有失控的危險 那這個部分必須做一個更換型態的動作 接下來呢 我們在輪胎的氣壓上面 我們大概可以參考兩個部分 在車上我們會有一個使用手冊 第二個就是在我們A柱的部分呢 會有一個實際上的一個標示的說明 那我們在測量胎壓的時候 必須在冷胎壓的狀況下做一個測量 因為熱胎壓的部分 因為空氣的膨脹呢 實際上數據是不準的 第二個部分呢 以車上裝著的規格 適當的一個氣壓的建議 我們可以依據這個標準呢 去測量我們的氣壓 是不是屬於正常的範圍 那第四個我們是看整個輪胎的面 是不是有磨損的不平均 如果有這邊的比較快磨 單邊的磨損 或者說波浪狀的磨損 那這個部分來講 可能要做一些車輛的基建 跟車輛定位上面的檢查 來確保我們的行車的安全 之前我們介紹的各位在 一般在自己簡單動作之外呢 為什麼我們要回到我們專業的輪胎管 來做一個檢查呢 接下來我們就請老闆說明 為什麼要回到專業的輪胎管 來做一個檢查 因為我們有專業的儀器 3D的儀器 來檢測 定位有沒有跑掉 然後 如果 沒有跑掉的話 就做掉胎的服務就可以了 如果跑掉的話 我們就要調整 做一些車輛的一個零件的檢查 對 對對對 然後 外觀這樣子看不到 裡面也沒有受傷 我們有特別的儀器 就是把車子整台頂起來 看內部有沒有受傷 這樣會比較安全 那就是我們一般只檢查到外面的部分 那實際上如果它在路上走行 可能的傷到可能會在內側的部分 這個部分沒有辦法鑽到車子底下來 我們有專門的這個儀器 或千斤頂沸停下來 做一個詳細的內外的一個檢查 對對對 沒錯 那確保它的整個一個行車上的一個安全 對 那以上是由我跟各位介紹呢 自己在家裡DIY檢疫的輪胎檢查方式 也祝各位大家行車平安 新年快樂 謝謝